哇 这个土林也大 就搭到石头这里 淋鱼喜欢石头多的地方 昨天就看到那些钓友在这里钓起来的土林 平均就是在一斤半到两斤左右的 跟他们讲这边土林大的还有四五斤左右的 我们今天就在水库的这个弯子的地方 八个钓台今天专门钓土林 我前期上来先选择一只六号的IS911 三米六的主线2.0 特别钓鲤鱼重要的是脚线 我这个脚线就特别短了 钩子的话就用这14年的7号 钓着鲤鱼调漂 它跟这个罗飞调漂它还有有点不一样 我们先不带钩给它调一个瓶水 按照没做钓法的一个调法来 我们这纸线就采取20到25公分的 对折的这种短脚线 那的话我还是一样子的 我还是选择用黑辣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从黑辣的话 它里面的话就是香味 加一些高蛋白的一些肉味腥味 而鲤鱼喜欢吃的味道 就是腥味香味然后奶味 如果说用黑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它就会抢食抢的比较凶 所以我们往里面加了一点奶味 去给它调了一下 等一下再看 如果说是黑辣特别遭罗飞的情况 那到时候我再去重新再调一份额料出来 又是罗飞 就说这个黑辣特别遭罗飞吧 先把护开了再说 进去 这散炮是一干都不敢带的 你带散炮 这个罗飞马上就下来了 要罗飞 那还没什么事 问题是我们要在这一堆罗飞一堆里面 掉到淋浴 那就不一样了 策略就发生改变 又是罗飞 怎么这种巴掌飞了 是不是才补两颗颗粒进去 在这一堆小罗飞当中 钓鲤鱼 这的确是一件很煎熬的事情 一个鲤鱼饵料 一个黑辣 看它吃哪个 两斤的鲤鱼抢 是抢不过小罗飞 这鲤鱼抢不过它 还是说鲤鱼群没来 鲤鱼多数它成群的 单个人过来的话 估计搞不过这些罗飞 罗飞太凶了 半水都戒 这大罗飞颗粒糟的 罗飞比鲤鱼多 这小罗飞打不完 口味放口 只选下压口 跟上顶口 不打洞口 选最终的口来打 哇靠 好了 这个如果不出意外 就是鲤鱼了 不出 哇来了 嘿嘿 我不存在给你下去的 知道吧 哎呦 这土鳞号称水中战斗机 你只要给它下去了 它爆发力就特别强了 今天是第一条土鳞了 终于干起来了 看到没有 我给你开一下手掌了 你包装这么宽 来 灯哥 完成一个土鳞吃了 进去 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 这个水龙还没有完全上来 它这种鱼的一个秘食欲望 就不是特别强 特别是三体水库糖 如果说温度没上来 它基本上就不太愿意吃 你还能切吗 我这个大了 这个比刚才那条大多了 哇 打了这么口你往哪里跑 第一下差点给我拔河跑了 看一下 这条就真的宽了 大土鳞 看到没 身上的这个蓝带纹 这爆发力是真的强 差一点没工作 进去吧 为了钓它 我的耳料开了多少多 开了三坨耳料 把个红的 把个黄的 吃哪个吃哪个啊 自己早餐就搞了一碗稀饭 这罗飞是真不想伤害它 等钓它这种罗飞 它一点点闪泡 所以就下不了底 直接打伴随 这个罗飞奇怪 眼睛 看它的眼睛 你看它这边眼睛又不一样 这种大头娃 头大 天尖大 给我吃进去了 进去 这温度升上来了 天气要 搞点栗子解解渴先 广宝 广宝 来的妈咪 这会儿这鲫鱼咋就不吃了呢 忽然一下就停了 太热了 这两天 边吃边熟 一点风都不起 这个窝子里面有什么东西让它害怕 它不过来 嗯 来了 嗯 噢 噢靠 它还打个这个呢 有什么大的青刀夫呢 这窝子里面进了这个鬼东西咋掉啊 它还是个畸形的青刀夫 看到 这钓鲫鱼这窝子里面穿了一个这个家户出来 钓的这种鱼啊 我们就不要再放到水里面去了 它呢 就是专门吃这种鱼的 鱼卵的啊 就是对生态破坏特别大的 就 就是这种鱼啊 这个丢到上面去 晒太阳让你 哎呀 把我的鱼鱼都吓跑了 这个青刀夫清起来了 应该这会儿也有机会能钓到一些鱼啊 能够守得到这些大土鱼啊 我靠 来了来了来了 我靠 我来跑 我靠这个漂亮 这个也大 我差点给它跑了 这种土鳞呢 它力气是是很充的 就是传说中的叫什么 一铃顶山草 就是说一斤的这种苦铃的力量 有三斤草鱼的力量这么大 还有麦铃呢 泰铃 土铃是力量爆发型比较强的 然后泰铃呢 就是你打中以后啊 它要往天上跳 就很容易断别的鱼竿的 就是这种鱼啊 就是淡水战斗机 青岛夫一搞起来马上就种鱼 你想一下它趴我窝里面 趴了一两个小时啊 它后面动都不动啊 罗飞都怕进来吃 哟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冲 放着它慢慢冲 你看大桥 一个刮嘴上 这种大土鳞真的是舒服 看一下 又是一条这么宽的 两斤有了吧 进去 罗飞这么冲啊 淋雨有概率 罗飞也有概率 这会儿 这会儿天气太闷了 我宁可它出太阳 不刮风也行 现在就是啊 整个天气啊 太阳也出不来 除了太阳呢 这水温上来 这淋雨呢 它还有一定的活性 像这种阴天闷着的时候 很多鱼呢 它都容易离底 而我们呢 又是采取 梅州钓法去钓 钓的都是 堂底的这种的 所以说 特别难 再坚持坚持 看一下能不能 再收几条大的 哇 哇 鲁鱼啊 来吧 这窝子里面 咋还爬了一条 这么大的鲁鱼呢 来看一下 这鲁鱼的大嘴啊 还搞了一条鲁鱼 进去吧 罗贝不抢 说明有淋雨来了 坏了 我就知道是你来了 来吧 针头机 过来 过来 来吧 哎呀 这个土鳞长得 开始往泰林这边进化 又是一条巨无霸啊 看到没有 它的嘴巴是朝下 可以看一下 它嘴巴跟其他鱼 嘴巴不一样 它是平着朝下 它是固于 固于类的鱼种 就是这样 这里还有 两片小八字湖 这个漂亮 又是一条两斤的 又是一条两斤的啊 还有这里 那这个地方的话 还有蓝带纹 这是土鳞的特征 第五条的啊 进去吧 手感是舒服 就太难守了 这种 这个天气太热了 已经到36度了 看一下能不能守得到一条啊 守得到一条就是收干鱼了 罗飞 罗飞也收干了 这操王显得有点多余啊 哇 这个罗飞漂亮 罗飞无情罢黑的 这清真呢 你看 拿出来以后 这个罗飞身上就开始发绿 这非常漂亮 你看这气炸的 来吧 进去吧 东哥 收吧 收吧 再不收我要中暑了 这一盆都快被我吃完了 生下几个小的 这个天气啊 还能一直在外面钓鱼的 钓鱼人啊 就是真的钓 真的钓鱼人 我就做一个假的钓鱼人 我要回酒店空调里面 就是去 去特征风啊 起起来停车 你别又一脚给我踹下去了 这个是最大的 这个样子 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淋鱼有多大了 这里有五条两斤多左右的 就四斤五斤都没有钓到 但是也差不多了啊 这会儿天气太闷了 所以我们又提前收了 感觉人的话 有一点点中暑的迹象了 就是说钓淋鱼的话 就几个重要的一个点 第一个的话就顿一点嘛 对吧 没做钓法 然后第二个点的话 就是说在于一个 特别是水库啊 水库的话 就等它的一个水温升起来以后 会好掉一点 那么这一期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啊 说吧 说说说说 我要去搞一杯绿豆沙才行呢 迹 薄 还 我们下期再见 ご